很好 可是就是因為有礙於土地的問題 人民的坪數沒辦法一坪彎一坪 所以就馬上轉彎 然後就變成一下就變成 譬如說轉成也沒了 那出口也改變了 我覺得我們交通建設是百年建設 這個一蓋起來的話 不是我們這一代用完了 就結束了 一直繼續下去 一個交通的規劃是很重要 就是只因為說老百姓沒有辦法一坪換一坪 或者是土地取得困難 然後我們就說為了方便時間再趕 我們就結束就再轉個彎 我覺得真的是 我個人是覺得我們只是小小的一間房子 可是對於整個交通建設政府來講 我感覺是損失很大 那如果說你就像一碗飯一樣的 你就這麼多人來分 根本就吃不飽大就搶 然後就罵 那你們就說算了算了算了 大家都不要吃 我就另外再找一碗什麼水果 來蔥蔥雞就好 這樣子吃飯跟吃水果 那種餓的程度還有是差很多耶 所以我覺得難道市政府沒有其他辦法嗎 比如說他們建議說 哎呦 改山山山 容金力大 哎呀怎麼可能的事情沒有這種事情做過的啦 你住山改山山 那對我以前的那些檢驗站怎麼交代啊 那我要經過憲法什麼什麼我們是不懂啊 可是覺得這樣子下來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怎麼辦 那就 那就 就草草了事 可是 檢驗站一蓋起來的話 才覺得 哎呀 早知道就那樣 早知道就那樣 早知道我們台灣話人講 早知道 是不是件好事耶 那因為 我是剛剛想起來看檢驗集那個 那個相關的人這樣報告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辛苦 難道我不知道我們現在副市長 因為我很少看這種節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現場 他上來應該可以跟好市長溝通 譬如說我是不很懂啦 我們台北市政府沒有其他的什麼狗有土地嗎 如果說政策不能改 然後 然後 農居的也不能改 然後 又不夠分 那 又要把交通 百年交通 建設做好 難道不能有其他的辦法吧 譬如說 找一塊 我這樣 不知道對不對 找一塊 公有的土地 然後 做全盤的規劃 把應該怎麼處理的 我們不要說讓老百姓滿足 老百姓永遠不會滿足 就是在合理合法的 的範圍上面 把它安置好 那但是重點 你一定要把交通建設做好 交通建設做下去 沒辦法改 譬如說你說 好啦 我們R4剛剛聽了那些 祝福 我們不好意思 我們講違建婦是通常話 他們真的很可憐 如果是我的話 我也覺得很委屈 我明明付了錢 可是我什麼都沒有 可是 可是到現在 我們沒有全部溝通過 我是裡面的一個小地主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說 大家開會來聽聽他們的 是哪裡委屈 拿出證據說 你們真的有買土地 然後證件拿出來 我們都沒有啊 只是一些地方人士 他很熱心 然後說他們要 20坪免費 然後加一個車位 我們覺得那不合理啊 你是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可以20坪 然後又找個建商 建商他又有一定的 一定的那個利潤 就是抓得好好的 然後又不放 然後呢 他們又要這麼多 然後就來砍地主 地主 然後地主當然不能答應 就...